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让我们一起来翻开 约伯记第42章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 你的旨意不能拦阻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 这些事太奇妙 是我不知道的 求你听我 我要说话 我问你 求你指示我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 就对提曼人以立法说 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 因为你们议论我 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 现在你们要去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 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 为自己献上反击 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 我因悦纳他 就不按你们的欲望伴你们 你们议论我 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 于是提曼人以立法 苏亚人彼勒达 拿马人所法 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 耶和华就悦纳约伯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 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 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 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约伯的弟兄姐妹 和已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 在他家里一同吃饭 有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 都为他悲伤安慰他 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 这样 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 他有一万四千羊 六千骆驼 一千对牛 一千母驴 他也有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 四女叫基西亚 三女叫基连哈普 在那全地的妇女中 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 他们的父亲 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 此后 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 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 这样 约伯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而死 亲爱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我们刚刚读完的 叶伯纪第四十二章 也就是叶伯纪最后的一章 这个主题呢 就是神恢复叶伯 让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五节 四十二章的第五节 也就是叶伯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经节 这里说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是的 我们的上帝耶和华回应了叶伯之后呢 他就回答神 说话也不再辩驳或者是跟神控告 而是全心的来崇拜神 而且是全辈的承认自己的无知 那耶伯首先呢 他跟圣的认识了一个的真理 那就是呢 神是万事都能做的 也就是说 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 换句话说呢 神没有做任何事情 是要来伤害我们 都是围着我们的善 围着我们的美 不但用任何势力去左右他 因此呢 神允许撒旦来苦害耶伯 但是呢 并非受到撒旦的激动 神并非不够智慧 或者呢 也不够沉着 或者是堕入了魔鬼 撒旦的这个激将法 同时呢 也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誉 将耶伯交给撒旦去折磨 既然神万事都能做 他就不受外来的力量的 促使或者是支配 第二呢 耶伯更认识了神的旨意 现在他就知道了 神的旨意是不能难阻的 他之所以不明白神的旨意 是因为他和三位朋友 有太多的无知的言语 第三 耶伯也认识了神 苦难令耶伯知道 他从前对神的认识 其实是很模糊的 也很忽全的 只不过是停留在 知识和思想的里面 但是呢 现在 他却是亲眼看见神 就是说呢 他从经验当中 经历了神的实在 神的证实 他现在才知道 整个受苦的过程当中 神没有撇弃他 而是一直在背后看着他 那么第一次的 耶伯更认识自己 以致他悔改 他悔改并非因为他犯罪 而是他看到自己的缺乏 自己缺乏信心来依靠神 即使在患难的当中的时候 他却没有如此的来依靠神 而也同时呢 也因为 而他在 第六节有说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所以我们看到 这座呢 神就责备了 叶伯的三位朋友 因为他们所讲的话 是过于忽全 而且是很偏面 同时也很主观和武断 也误视了叶伯的感受 不但无法安慰叶伯 反而令耶伯呢 更加的痛苦 所以神要他们做两件事情 第一呢 神要他们三位认错 献上反击 而且呢 要去找耶伯 到耶伯那里去献 然后由耶伯为他们祷告 那么其实呢 耶伯就好像一位祭司 可以为他们代求 这三位朋友呢 其实是向神和耶伯认错 那这样做呢 他们会丢脸的 但是呢 他们并没有 爱惜自己的面子 就遵命去行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这三位朋友 也是蛮劝卑的 第二 神要耶伯为三位朋友祷告 其实呢 耶伯从三位朋友 我们可以从 前几章 一直从耶伯去开始 直到尾段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耶伯都是从 这三位朋友的说话当中 吃尽苦头 那么耶伯本来可以呢 不是要这么做 就是不需要理会他们 但是呢 我们看到耶伯因为 谦卑也愿意呢 不计较他们之前 怎样对待他 所以我们看到 第九节有说 那么经文不是说 耶和华 就耶那三位朋友 而是 耶那 耶伯 那因为 这位三位朋友呢 可能 透过先击认错 然后 耶伯也可能 跟他们和好 可能饶恕他们 所以呢 神就 耶那 耶伯 耶伯就好像一个 带导者 他肯为他们带导 神就因他的祷告 就无按他们的以往 来伴他们 所以 这段经文实在很美 就我们看到 这段经文 教导我们 什么是和好 那么和好 并非呢 求求 然后说几句话 就没事 或者是算数了 那么 真正的和好 必须要认错 和道歉 如果没有认错 和和好呢 那是假的和好 另外一方面呢 也要肯 饶恕 并且呢 肯为对方祷告 然后使到对方 得到益处 那么第四节有说呢 耶伯为他的朋友 祈祷 耶和华救死 耶伯从苦境当中 转回 并且 耶和华赐给他 比他从前 所有的加倍 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 耶伯祷告的效果呢 显而已见 现在他的财产也加倍了 子女也有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一共十位 那跟从前一样 那这里特别提到 三个女儿 在那地的妇女中 找不着像 耶伯的女儿 那样的美貌 那么 这是十五节所记载的 那么因此呢 其实呢 美貌是神的赐福 产业多也是神的赐福 健康产兽也是神的赐福 这一切的都是物质 耶伯在属灵上的蒙福 那因为他亲眼看见神 他在物质上也蒙福 因为他拥有的都加倍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伯 那么在这个耶伯集里面记载呢 并没有解析义人为何受苦 但是呢 透过苦难 耶伯成为了神的好朋友 耶伯在苦难当中 虽然有奄言 但是心情仍然坚持到底 所以在这方面 神非常欣赏他 然后先后四次的 称他为我的仆人 我的仆人 弟兄姐妹 就好像当我们的元首 或者是苏丹 来封你 成为达斗 还是达斗西利的时候 就好像今天神称耶伯 这位我的仆人 神的仆人 这个是对一位 爱神的人来讲 是最高的荣誉的身份 也就是既其尊贵的身份和称号 那么这也代表了 耶伯得胜的蒙神所愿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是否经过一些苦难呢 你是否了解 其实神在背后有祂的美意呢 或许今天你所经过的 可能你不知道 你开始有一些厌恶 有一些的怀恨 或许今天你跟一些人 有一些冲突 有一些不好的关系 今天上帝也通过耶伯吉 来告诉你孩子 我们应该是彼此和好 接纳的时刻了 那好不好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知道 有时候一些事情发生 我们真的不晓得 而且我们也很挣扎 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发出奄言 也会埋怨你 但是从耶伯吉这个四十二档章中 你给我们看到 苦难其实在背后 主啊 都有你的美意 如果不是你的英语的话 没有任何事情都会领到我们的生命 既然会领到我们 我们相信都有你的美好 因为你是一位尽善尽美的神 主啊 也同时你在教导我们 如果我们跟任何一位弟兄姐妹同事有闲暇的 你都要我们学习圈碑 跟他们和好 也为他们祷告祝福 主啊 而不咒诅他们 反而祝福他们 我们也会看到 主啊 你的祝福也会领到我们 亲爱的主 我们非常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过这十十二天的时间 能够来认识 那整个叶博的故事 教导了我们许多属灵的功课 今天早晨 我们的确要向你献上感恩 好让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重新的一个的认识 主啊 就如叶博所说的 我从前奉闻有你 现在我亲眼见到你 主啊 我谢谢你 我们要向你说 我们爱你 敬拜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祈求 阿们 嘿 弟兄姐妹 大家好 谢谢你们收看我们的灵修资料 如果你喜欢我们教会所制作的灵修资料 那么就请你记得点赞 并按订阅按钮来支持我们 好让你每一天能够按时的收到我们的灵修资料 盘望每天早上我们能够陪伴大家来喝一杯薯林的咖啡 请记得点赞跟按钮来订阅 谢谢 我们在这里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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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